纯台湾最幸福的李是哪个李呢 不是木子李的李 是Hokila 新北市的永福李 因为子余要参选李长 有人说陈子余她甜甜的微笑 像极了南韩的女神阿优 有人说她长得像新闻主播房叶涵 总之呢 她的高颜值让很多男性都想瞬间移民到永福李去 23岁的陈子余去年才从德明财经科技大学毕业 上市政坛上站在巨人肩膀的民众党立委 才比如演艺圈的鸡排妹 还有李毅都算是她的学长姐哦 哦还有像是李明一 还有敖犬也都曾经读过德明 子余当过人寿理赔专员 为什么会想来选李长呢 其实她说都是因为受到妈妈的影响 她的妈妈过去曾经选过李长 她也呢跟着到处拜票 而这一次就换她上阵了 事实上呢 她的父亲陈玉婷也是永和协和李的李长 因此算起来子余也算是正二代了 但是呢李长是没有薪水的 他们领的是事务补助费哦 从原本每个月四万五 到今年年底要加码为五万了 虽然听起来不错 但是这个钱是要用来支应啊 李办公室的开销哦 还有像是红白铁啦 而且呢李长是没有劳健保的哦 那也没有退休金哦 你说台面下 是不是还有别的可以拿呢 这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呢 当李长也是可以累积基层实力的 像呢也是正妹的 台中公民里的李长林精灵 他今年就要来参选议员了 当年呢 这个中兴大学毕业的林精灵 他是回乡打败了在地五十年世袭的事例 成为了全台湾最年轻的里长 但是呢有人说 他好像修徒修很大 说到跟本人认不太出来哦 但是也有人说 这个应该是角度问题啦 不过呢 尤其他还帮助过喊病儿童 可以说是人美心更美 水当当的 还有彰化入港的正名代表张于杰 东吴法律系毕业的他 最大的梦想竟然是要参与古装剧的演出哦 但是呢 政治人物参与电视戏剧的演出 要特别小心 因为就有人曾经只是客串 结果就被开罚了 喜在喜爱租一啦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小金开讲 也欢迎大家给小金按赞 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叮叮当哦